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熊江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明天将首度南下高雄办见面会 原本传出郭台铭韩国瑜 明天也会到高雄 但两人行程都临时喊咖 引发外界的联想 原本国民党黄复兴党部 有邀请郭台铭的活动 为何会取消呢 场地太小是理由吗 还是郭台铭想要封杀郭台铭呢 而韩国瑜原本要帮子弟兵 曹桓荣选立委站台 那昨天黄绍廷还说 可能会有韩侯会 外界半信半疑 结果韩国瑜人在国外赶不回来 这是巧妙避开尴尬吗 还是韩国瑜根本不想挺侯友宜 高雄兰英充满了矛盾 也显示侯友宜 无法整合郭韩 尤其郭台铭国民党封杀的了吗 传出郭台铭跟张华议长谢点灵 两天密会 出席的还有沈志会范成莲等人 那这些人分析独立参选 郭科佩甚至换口等三大方案 让郭台铭听得心花怒放 直呼相见恨晚 还有南投县议长何胜峰 向郭台铭拍胸脯保证说 帮忙联署28万人没问题 所以郭台铭正在朝向独立参选的方向迈进吗 那国民党要怎么处理呢 下重手反击 削弱郭台铭参选的正当性吗 但郭台铭不是党员 又被朱立伦摆了一道 支持者又不喜欢侯友宜 为何不能独立参选呢 而侯友宜整合进度太慢 没跟地方沟通 挺侯派侯孟凯都看不下去了 几乎要加快脚步 但侯团队与党中央对接的选战会议 传出气氛不佳 连内部整合都有问题 还传出侯友宜今天去淡江大学演讲 得靠学生出席 期末成绩加分当诱因 那这样怎么打选战呢 还有选拔法排黑条款 今天拼三读 国民党最近拿照片狂抹绿营 跟诈骗集团有关 结果罗明才才被爆出 跟诈骗犯也是合照了 还有侯友宜的爱将 实定区前区长李浩荣 长期所会遭检调讯问 最新局势发展 在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谢谢好来宾 首先是政治评论王建民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政治评论于梅梅 中江好 大家好 还有财经专家习群航 中江好 大家好 政治媒体人周玉寇 大家好 再来是国民党台北市员林明贤 大家好 政治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再来是政治媒体人王瑞德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 国民党三大天王 原本明天要在高雄拼唱 结果传出 韩国瑜跟郭台北行程 突然喊咖 为什么呢 那这个后来 黄复兴党部他有说 昨天所传出的那个活动 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 而且他们还说 主发会并没有授权 黄复兴党部 在果冒社区办活动 这就让他好奇了 来请教亲往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国民党说 没有这场活动 但昨天又说取消 这当中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他很单纯的一件事情 就是为了要打压郭台铭嘛 为什么要打压郭台铭 因为国民党现在征召的人 叫做侯友宜 那既然叫侯友宜的话 那国民党呢 在5月27号当天的活动 应该都是为了侯友宜而办啊 怎么可以在5月27号 有一场活动 竟然是办给郭台铭的 所以既然有一场郭台铭的活动 那当然要把它给取消掉 这就是一种 变相打压的一种方式嘛 那为什么这样讲 来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5月27号礼拜六的时候呢 这是国民党的党部呢 办给侯友宜的 在高雄的一场见面会 主题叫政党轮替 台湾更好 最重要是他时间是在 5月27号礼拜六 下午一点半的时间 地点在国民党高雄市 党部的六号礼堂 这是办给侯友宜的哦 所以很显然 国民党的高雄市党部 这个地方呢 他在明天的礼拜六的时候 要办一场给侯友宜的 跟党员的见面会嘛 这是事实对不对 好那你再来看这一场 这一场是什么时候呢 这场就是我们讲的 看起来是高雄市的 黄富青党部 或者是左南党部 这边取消的活动 你看 这就是原来郭台铭那场活动 各位注意看时间哦 时间在这里哦 5月27号 下午的两点半 到四点半的时间 然后他的地点呢 办的地点是 办在高雄市 我们讲的 这个果帽的社区活动中心 然后你在里面 看到最妙在这里 来你看邀请单位是谁 挺郭大联盟 郭台铭 综艺果栋大联盟 然后民间斗士团体 然后台湾阿民 支友会 我请问你 这些是挺谁的团体 都是挺郭的 这都是挺郭的团体嘛 然后呢 联络人 这个黄马芒 他是中华 综艺果栋 关怀协会 一定也是郭台铭的支持团体嘛 对 那这整个都是一场支持 郭台铭的活动 然后呢 这场活动里面 据说背后 还有国民党的前立委 张显耀的影子在后面 因为张显耀在过程里面 也是支持郭台铭的 所以既然支持郭台铭 他们办了一场活动 而且规划呢 是希望能够跟高雄 黄富星这个地方 一起做合作 显然 这活动一定是事前有规划嘛 那你看 这样的一场活动呢 昨天呢 传出取消的新闻出来之后呢 看起来 这些挺郭的害 非常的不高兴 挺郭派呢 直接在上面压个 活动取消 为什么 因为活动被国民党给取消了嘛 活动取消 来众将我们昨天 是不是有告诉大家 这个活动取消的原因呢 竟然是告诉大家说 场地太小 场地太小 所以取消 而且最重要的是哪里呢 取消他的确实 昨天有一则新闻出来 告诉大家嘛 告诉大家说 来各位看 新闻写的不是我们写的 这个是取消的原因 因为现在看起来 黄富星党部说 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活动 对 众将这件事情 讲出来之后 肯定有人在说谎 那我们就要请问一下 请问到底是谁在说谎 光是有活动 没活动这件事情 黄富星党部 是说谎的人吗 还是这件事情 黄富星党部 是因为搞不清楚 有其他人在说谎话呢 来我们看一下 新闻上怎么写的 新闻上说 来 这是联合的新闻 不要说这个是青绿媒体 这是青蓝媒体 写的新闻 他说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原本在27日 也要到高雄办感恩会 国民党高雄市 左营区党部主委 于华渊说 因场地太小 后来决定取消 对嘛 那就是有啦 对 所以众将 请问一开始有活动没活动 有嘛 有活动嘛 是有活动 但是后来决定取消 取消拿了一个很烂的原因 叫做场地太小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郭台铭在这个地方 要办的感恩之旅 感恩会 这场是本来是存在的 所以郭台铭的粉丝 也去办了宣传的活动 那也传出来说 原来是国民党的前立委 张显耀 在后面去支援这场活动 好了 现在事情出来了 取消的是国民党的 左营区党部主委 于华渊自己讲的嘛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表示有这场活动 只是被国民党取消而已 而且这是郭台铭 不是第一场的感恩之旅吗 那第一场马上就硬生生的 被国民党卡掉了 而且是郭台铭 从日本回台湾之后的 第一场公开活动 第一场公开活动 就活生生的 被国民党给截杀 所以在截杀的情况之下 本来一开始我们讲说 5月27号 你看明天礼拜六 5月27号 这多重要日子 没想到在高雄 竟然是这么的热闹 本来有韩国瑜 郭台铭跟侯友宜 三个人本来有机会 在高雄上演一场 这个大家能够 相互合照 大团结的合影出来 结果没有想到 哇中江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本来想象中的 三人有机会 或是两人互互相合影 没想到这件事情 被人家打枪打枪再打枪 什么叫打枪打枪再打枪 来郭台铭这一场 看起来是国民党 自己给人家取消的 所以看起来 国民党一取消完之后 我请问你 对于支持郭台铭的粉丝来讲 在里面难道不会感受到 更强烈的怨气吗 就摆明你国台铭党 就是在打压郭台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昨天还是由高雄市议员 黄绍婷帮忙 这个侯友宜对外去讲说 侯友宜跟韩国瑜 侯涵同台 这件事情应该是会发生 讲说在明天晚上 董事长开讲的 这个上面至少会发生 就没想到 现在马上传出来说 韩国瑜告诉你 对不起 按照黄绍婷的讲法 本来是说 这个韩国瑜 去帮他的子弟兵 曹桓荣占完台了之后 就去跟侯友宜两个 去大合体 就现在进来变成 韩国瑜直接告诉大家说 我人在国外 所以我不客前来 我不客前来是连他的子弟兵 曹桓荣融都跟着不客前来 一起都不能来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请问你 韩国瑜是真的想跟侯友宜合体 还是不想跟侯友宜合体 不想跟侯友宜吧 显然是不想嘛 因为人家都已经帮你讲出来说 这个在高雄的现场 有可能韩国瑜跟侯友宜 两个要合体 营造一个团结的气氛 结果没有想到的是 韩国瑜竟然告诉你 不客前来人在国外 仲向你去想一件事 当天如果韩国瑜规划 要来帮曹桓荣站台的话 请问机票要不要先订 要啊 请问行程要不要先安排 行程要先安排 机票要先订 表示什么呢 表示韩国瑜都安排好了 所以他才要帮曹桓荣站台 结果没想到传出来 侯友宜要跟我韩国瑜 合体的新闻出来之后 这个机票航班竟然可以临时大乱 机票突然之间 搞不好飞机搭不上去 韩国瑜不客来 韩国瑜不客前来 所以韩国瑜跟侯友宜 两个就无法同台 天啊你去想想看 这个是摆明他就是不想 跟侯友宜两个同台嘛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韩国瑜跟侯友宜之间 是不想同台 然后呢 国民党是主动取消 让郭台铭呢 也无法到现场来 对 连让侯友宜营造一个 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营造大团结 纵将你想一件事哦 郭台铭如果今天真的在 果貌这个社区活动中心的 里面去办了这个活动 感恩之旅活动 侯友宜如果真的很有心的话 下午你就直接到现场来 到现场就举起郭台铭的手 或是跟郭台铭这个点个头都好 质疑一下 对 这样子人家至少觉得 你们两个看起来终于有接近了 终于有机会接近 就有机会可以 宾室化解过去的误解嘛 对 可是你连过去都不一样 你现在连创造机的机会都不一样 你不但不一样 你直接取消郭台铭的现场的活动 对 那换言之对国民党来讲 现在看起来韩国瑜也不来 然后郭台铭你们自己 又把他组织在外 那所以在明天的高雄看起来 又回到了侯友宜一个人的单人秀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觉得对国民党来讲 这个团结团结要怎么团结 他只让你看到四个字叫做一团心 对的确国民党三大天王 原本昨天在高雄 也许应该是很有可能营造一个 大团结的一个气氛 一个气势出来 结果硬生生的被国民党给砍断了 那这个高雄市党部主委黄昭顺 他说确实没有听说郭台铭要来左营 也没有听说这场活动 所以显然是不是高层施压 让这场挺郭台铭活动给取消掉 硬生把他封杀掉来正好 所以国民党封杀掉郭台铭 问题是是不是也刚好把侯友宜 原本要营造包括韩国瑜 郭台铭等人一个大团结的 一个契机 等于完全扼杀掉吗 对 我觉得状况是这样子 你封杀得完吗 你懂为什么 这是一个人气的问题 就是郭台铭到底有没有人气 我坦白讲 因为马上要办感恩之旅 下乡一趟就知道嘛 是驴子是马 拉出来一溜就知道嘛 对不对 你今天可以去封杀这个东西 对不对 可是郭台铭一般来说 我们办活动缺人缺钱嘛 对不对 不好意思他现在两个都不缺嘛 你封杀这个我可以再办一场啊 对不对 我时候我真的 等到我整个气势都起来的时候 我可以在你侯友宜旁边办活动 跟你拼场 对 看谁比较多人 对 对不对 这是很务实的嘛 因为我现在接触到 包含明贤哥在内一些民意代表 蓝宜民意代表 都有压力 就在基层跑的时候是有压力 我都问过 我都证据会说 你们去跑的时候 有没有压力 就说国民党支持者 会不会对这件事不谅解 这次的不谅解 跟四年前天差地 所以说你看到 现在很多蓝宜的民意代表 现在出来讲话 都比较持平的 就帮郭农讲点话 为什么 因为对于这些选举的人来说 我是要面对每一张选票嘛 对 对不对 你侯友宜杀咖多里拿24% 我不担心 我侯友宜杀咖多里拿24% 我怎么搞 我只能讲这个心态 就是说氛围有成嘛 这个氛围有成 能不能让这个火种 继续往下烧 郭台铭一念之间嘛 什么叫郭台铭一念之间 就是说你国民党 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去处理 郭台铭的情绪嘛 对不对 好像没有 而且他不只没有 现在看起来要开战 开战啊 又封杀他了 半活动 把你拉掉了 那好 你今天不开战的话 我们就这样讲 就算没有开战好了 比如国民党 这两天天的新闻 这边新闻不是提优救火吗 国民党实在出来说 4月就已经告知郭台铭 侯友宜 5月17号会征召 国民党发言的林嘉欣 出来讲这种话 可是4月的时候是在干嘛 4月18号新闻 国民党林嘉欣公开说 6月18号前后征召 自打脸 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人讲的是真的 真话 总有一个林嘉欣说谎吧 5月的林嘉欣是说 4月就告知郭台铭 5月17要征召 4月的林嘉欣公开讲 6月18号前征召 就消失了一个月 就这样来的嘛 那郭台铭很气嘛 然后现在国民党就说 我已经明明跟你讲了 4月份已经要征召 准备这样 要开罵了是不是 准备要退杠了 这就是提油救火嘛 他的意思是说 是你郭台铭寒蛮啦 自己郭台铭不知道 我早就跟我跟你讲 这就是提油救火嘛 所以对于郭台铭来说 他情绪能吞得下去吗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郭台铭的政治智慧 不要叫他幼稚园 真的不要叫他幼稚园 我觉得应该有高中左右 长大 最近提升了 提升了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对不对 4年前的郭台铭被搞之后 年轻气盛奉而退党 暴怒 可是郭台铭4年后现在 一句恶言都没有出话 他现在有骂过国民党一句话吗 没有 没有嘛 对不对 变成潜水艇了 对啊 都没有讲话 然后旁边的喉啊 很多人出来咬嘛 乱骂乱骂嘛 对不对 然后时不时 丢个讯息给媒体 丢个讯息给媒体 什么一下子 这个流鬼蛇神 一下子恶业的时候 拒接郭台铭电话 开始会操作新闻 他就会操作了嘛 四年前他我有接触过 他真的是一根筋 操作什么 我置路就好了嘛 四年前是这样的 可是置路是照浪嘛 可是他现在这种操作 是天然的龙卷风嘛 那是不一样的概念嘛 这些是人工浪嘛 人工浪怎么会比龙卷风大呢 所以我坦白讲 不要再笑到幼稚园好不好 他这个高中生 那为什么会变大学 什么时候变大学生呢 因为他被黄建廷骗 所以还没有到大学 成都还没有到大学 他真的长大 所以说你看喔 郭台铭如果 我假设一种状况 看郭台铭怎么处理 我真的没有口出二言 我真的下去一战 22线市一战一战跑 赶根之旅 我卸票 你们我们要参选 我卸票 场场爆满 然后呢 列了一连串感谢名单 感谢各个议长 什么议长我们等一下讲吧 各个议长什么 包括他的延期表什么 独漏侯友宜跟朱立伦 还有黄建廷 这就很高招 对不对 他写一篇脸书 感谢名单 我选书感谢名单 本来选举帮过 我叫列啊 从头列可能 二三十个三五十个人 连陈玉珍都有了 就是没有侯友宜 就是没有朱立伦 就是没有黄建廷 而且重温点 你不能说我破坏团结 对 我感谢我认为值得感谢的啊 庙上的功德 主要捐钱才有名字嘛 你骗我怎么会有感谢你 对 很多游戏可以玩的 这么多的游戏的时候 民进党就见风插针啊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 我坦白讲 我觉得国民党出现这件事情 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嘛 这件事情国民党 我觉得好好思考 是 好 现在国民党 恐怕已经封杀下去了 所以现在呢 郭台铭有可能被封杀吗 财大 世大 通通都有 而且背后还有国民党的立委 在帮忙操盘 在这种情况下 郭台铭有可能会松手放手吗 第一场感恩之旅被封杀 后续就让人家好奇了 会怎么办呢 瑞德哥怎么样看 那现在还包括这个侯友宜 那侯友宜她说 明天下午会去参加这个曹桓荣 因为原本说韩国瑜 所以这个部分呢 韩国瑜显然呢 如果这个没有去 因为在国外嘛 所以赶不回来 所以很显然不愿意跟侯友宜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你打这样的一个算盘 让侯友宜在高雄 一个人唱独角戏 这样的声势有办法拉起来吗 侯友宜呢 到高雄去招式很重要吗 没有那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侯友宜到高雄 有可能碰到韩国瑜 或者是跟郭台铭的场子撞场 那如果我是侯友宜 我会想尽办法 想方设法 跟这两个人碰面 然后甚至于握了他们的手 当场跟他们请议 那我问你 那这样对侯友宜来讲 整个声势是不是为之一阵 而且所有的媒体焦点 全部在我身上 对不对 为什么郭台铭的活动没了 为什么韩国瑜不回来了 郭台铭的活动没了 理由令人 昨天听到令人瞠目结舌 不可思议 理由竟然是说场地太小 哎 场地太小不能找一个场地更大的吗 换场地就好了 请问台风来了吗 还没有吧 今天你落到要死 明天知道吗 很落的对吧 这两天不就好 要等到礼拜天礼拜一下 礼拜以后台风才会来 才有可能下雨 那你找一个 可以容纳200个人 以上的室内跟室外的场地 有那么困难吗 我相信你只要申请 尤其是室外户外申请 我相信 那么高雄市政府 不会那么小气嘛 对不对 为什么用这个不可思议的理由 那么就把这场停了 更好笑的是 还有国民党的高雄的 这个等于说相关的干部说 从头到尾没有听过这一场 没有听过这一场 还是正笑的就对 我们都听过 只有你没听过 是不是 刚刚金黄有说 他们有出来讲 说场地太小 重点都已经出来讲 我刚刚说的 都已经出来讲说 因为场地太小了嘛 那表示有这一场嘛 可是你知道吗 这场取消了以后 锅粉 果冻粉 他心里面会 会不会更加的生气 更加的愤怒 连人家办 感恩之力 你都不让人家办 不是这个样子吗 当时就有听到说 这样好吗 这样好友谊要去造势 然后这边又是锅粉 又是这个锅台铭造势 会不会两边起什么冲突啊 当时就听到这样的话 拜托 很简单啊 钢山跟这个左营 又不是离得很远 对不对 那是不是因为这样会起冲突 结果没想到 真的把它给这个没收了 砍诱了 另外一个是韩国瑜 曹帅龙是典型的韩粉的领袖 韩家军 也是韩家军的这个 等于说领袖之一啊 那更何况他是 韩国瑜真的是他的子弟兵 他是局长 对 民政局长 他是局长 我问你 这个重要的时刻 韩国瑜会不回来帮他站台吗 而且我相信 一定是之前帮他允诺的嘛 因为高雄的这些民意代表 在此之前我们跟他聊天 高雄市这些议员的民意代表 他们都说曹帅龙成立的时候 他会来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不来 为什么不来 只有一个 你跟我讲到现在理由说 因为人在海外 因为人在国外 请问一下 韩国瑜的班机 是被台风所阻挡的吗 没有吧 对 那为什么他们都不来 因为他们在他们心里面 他们有另外一个 割打跟台风 就是侯友宜 他们就是不要让侯友宜 有机会在高雄跟他合体嘛 我查了一下 查了一下韩国瑜 他自己的这个发言啊 他的脸书停留在5月14号 那天刚好跟郭台铭合体 但是他没有像郭台铭一样 摆了一个修图过的这个照片 两个人十字紧扣 那个照片他没有 可是你知道吗 随便发了一篇文章 韩国瑜说有跟郭台铭夫妇见面 就有5.6万个赞 5799折的留言 跟1814个分享 哇 还有100万人追踪 我现在要讲的是网路跟韩粉 对 这就是侯友宜迫切需要的吗 他最欠缺的吗 不是这个样子吗 他需要这些票嘛 那现在韩国瑜如果愿意跟你合体 那我问你这次为什么不回来 一来一减二个 可以帮朝环荣职帝兵站台 以壮身色 另外又可以支持所谓的 他们韩国瑜嘴巴所讲的 台湾队长 对不对 侯友宜嘛 为什么不要 就是因为他不肯跟你在这个时候合体 很简单嘛 那那个疙瘩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四年前人家韩国瑜 那20万人的三重水样公园 在新北举办的时候 力邀韩国瑜 力邀侯友宜 侯友宜是怎么说 行程早已安排 行程已满 不客前往 他的老婆李嘉芬 到了新北帮你 国民党那个八个立委造势的时候 侯友宜明明 前中一场在三重 只差700公尺 侯友宜死都不可以去 是这样嘛 对 他怨气 我跟你说 侯友宜有跟他道歉吗 侯友宜有没有就这个跟他道歉 至少韩国瑜5月14号 还有握着他的手说 不好意思 针对四年前怎么样 你有没有道歉过 好另外一件事 刚刚大家一直讲 国民党的高雄市党部主委黄兆顺 请问一下 之前是黄兆顺吗 不是吧 之前叫做罗世雄吧 罗世雄 在5月1号的时候 是很热心的联络高雄的立委 尼参选人跟议员 跟这个等于说 郭台铭 那么一起喝咖啡 那么一起交流 对不对 可是后来 却因为这样子 他说为了不让长官为难 辞掉高雄市党部主委 请问是哪个长官 请问是为了什么 见了郭台铭 所以就要辞 如果见侯友宜的话 是不是就不用辞 所以高雄才因为这样子 没有了这个主委 才有黄兆顺去顶替嘛 是有这样来的嘛 现在连高雄 现在连办一个200个人的造势 也不算造势大会 感恩之旅 何谓感恩 感谢大家 曾经力挺我 这个等于说 这个郭台铭嘛 人家郭台铭之前 那么5月7号 在凤山那一场 让他很感动嘛 所以他重回高雄来 感谢这些 曾经支持他的这些 大部分都是蓝营的 这些支持者嘛 连这个你都不让他做 然后你党中央在讲说 在跳出来讲说 4月就跟他们两个讲啦 结果侯友宜 郭台铭讲啦 5月17号就是一定要征召 5月12号就是这个民调 我们早就跟他讲了 他们都知道 甚至于还讲了一句话说 我早就跟他讲了 除了坊间民调 跟我们内参民调之外 我们的党内的这些人 叫做什么 叫做县市长立委 参选人跟现任立委 我的天啊 如果真的是照你这样讲的 那为什么郭友宜 要去特别去访问 去这个等于说 去一个地方 去拜托这些政府议长 政府议长有在里面嘛 所以问题都在这个地方嘛 你贏轿就不要再贏轿 连党中央跟侯友宜在内 都这样子 那我告诉你 请问一下侯友宜 现在迫切需要见的人 不就叫做郭台铭吗 你可以看得到 侯友宜有很迫切 想要跟郭台铭见面吗 有吗 没有 他们要做什么事 冷啊 冷处理 三天两天 一星期两星期 侯友宜的果冻关怀 这里连办都办不了了 整个冷啊 我根本不需要你侯友宜 讲白了啦 人家没有说要选副总统 管中民侯友宜都列为 首要的访问目标 参访目标 就没把你郭台铭 放在眼里 我讲坦白的嘛 他看你没有啦 说真的啦 郭台铭 如果你这口气 继续吞下去的话 我想坦白的 那就算了 我跟你讲 我从此以后觉得 郭台铭不是台湾阿民 你根本就是小民而已 明显怎么样看 高雄的一个情况啦 现在当然就是侯友宜 是希望能够 把这个声势打出来 也希望能够团结 但显然 明天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场合 就错失掉了 那高雄市党部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好了啦 到底适不适合 比较理想的方式 应该是怎么样呢 我先回答正好 就是说我们现在明代在讲 不是说 我们过去有K那个 郭台铭 然后现在开始讲的 好不好 也没有啦 现在大家在讨论说 侯郭怎么做整合嘛 就是说郭台铭 现在到底都 全台湾跑透透 他到底是卸票 还是另外的败票 那完全不一样的动作嘛 对 如果你是卸票的话 就是说 那郭俊宜 你敢拜透过 现在去 再去感谢他一下 那就说 他的竞选的行程 就ending了 那如果他是败票的话 就那讲说 甚至有人在发动联署 那有没有可能 变成第四组参选人 那就是 那就是败票 那完全不一样嘛 那当然现在各种说法 众说纷纭 可是郭本人 还没有对外讲 这些议长们 真的敢放郭台铭 去这个联署吗 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觉得谢点灵 到时候谢点灵 真的会冒着 对党不敬 人家已经提名侯友宜了 然后你去帮这个郭台铭 明哲 明哲 那些议员 国民党议员 真的去帮郭台铭 连署吗 有可能吗